不如戰場直雪Stop the Bleed 那就請雨庭交給你囉 好 謝謝大家 我是雨庭 嗨 然後聽說就是最近的那個大宋都不知道為什麼 提案都很難報到 所以不如之後自己就直接開個端講了這樣 好 那為什麼我要分享這個呢 因為我是雨庭 Germyn Tizen嘛 然後也是一個軟體工程師 然後去年 因為已經跨年了 去年我得到了T2 獲得T2的資格 那就緊急救護員 T2的話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救護車站的人 就是T2或T1的角色 OK 好 那有更厲害的喔 T2 然後我就想說 我們大家可能出過CPR 就知道只要有人倒地了之後 就看他有沒有呼吸嘛 就CPR 但其實你知道台灣有個特色 台灣的那個那個新人地獄嘛 那新人地獄 他的倒下不會自出來倒下 假設有人賺他才倒下 但很多人看到賺到他倒下的時候 很棒會打救護車沒有錯 119 但大家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啊啊啊啊啊 就站在那邊對不對 但其實 其實 你只有自己可以做的 那這也是這幾年一直在推的 就是 止血的事情 那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可能是 嗯 我們最近就是台灣 國外都說我們快打起來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我們要那個備戰 所以我們要做 戰衫的處理 但大家就覺得 可能 就覺得戰衫可能 就等到就像烏克蘭亞 開始有警訓的時候在練習才來得及 就來得及 但其實我們可以很多東西可以在提前 就 學會了 因為你知道嘛 我們台灣的馬路就跟戰場一樣 所以 我們有豐富的經驗 你知道 對 好 那我就先 剛好我最近有地震 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地震就是 我們要提前預板 建築物要穩固啊 什麼的 但很少人會想過 地震 的時候 後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可以做什麼 因為 我們都期待 收救隊到現場 但其實你知道收救隊到現場 都已經是很厚化了 它要慢慢慢慢的挺進 然後甚至於 有時候 道路封閉的時候 想真的 地方醫療去年也不足 所以 所以 我們來個小步動 好 地震的時候 你發現有一個人 用大腿背個石塊壓住 這應該很常見嘛 就是一個什麼 繁殖倒塌 或什麼 你會怎麼做 有沒有人想要來舉奏分享 好來 十塊醫療 酷 沒有沒有標準答案 我先聽到大家的想法 還有沒有人 想要分享的 你會怎麼去救他 你應該不用打一次 因為你剛好是 很幸運在馬路站走一走 剛好沒事的那一個人 對 你就是那個lucky man 對 有沒有人要分享 一塊多大 一塊 就剛好壓住他頭腿 他可能可以幫他掉 你可能可以拿槓桿原理 幫他掉 對 然後怎麼 你會 兩邊一塊一塊 你可能就轉一個路口 或者你地震後 開始附近巡邏有沒有 發現有一個人被壓著石塊 千萬不要把他石塊移掉 因為你把他移掉的時候 他下一秒就可能 直接心肺停止 走了 深圳的救護 說就被到現場看到一個人被壓著的時候 可能會幫他打案子解代 避免他血回流 或者會先打一針 就是他那個壓住的時候 他裡面會 因為人進入 血液 我竟然保護時間 血液 進入那個無氧中 他之後 他進入另一個人量循環 他會產生一些廢棄物 那些廢棄物回到心臟的時候 心臟會直接心率不省就走了 OK 你就進入OCA程序 所以千萬不要馬上急著把他石塊移掉 除非你親眼看到 因為只要在幾分鐘內大概都不會有問題 但 四肢基本上可以壓四到八小時 所以 超過那個小時之後 其實那個 那隻腿已經會被掉了 所以其實 把他直解 不要讓那個 堵塑回流比較重要 OK 好 再下一個 如果有一個人從三樓掉落 三樓 三樓 出去三樓 你可以看到他 他可能還在掙扎 他還在動作 你會怎麼做 要不要再回答 也許你會對喔 這次會對喔 叫救護車 沒有錯 但是可能在這次救護車 來不及到現場 說喔 你那有看這個新聞嗎 就瞬間 幾萬棟的反倒塌 一堆一堆的電話就一直進來 對有沒有 伸樓掉落 哦 伸樓掉落通常是骨折 對 你很重要 在骨折 然後骨折 其實你可以幫他固定骨折啦 但是 你要有東西可以幫他固定骨折 但其實掉落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 只要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沒有流血 有流血趕快把他止血 你掉落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地上有一個石頭 或不其妙有一個地上有一個乾釘 或者有一個水人 趕快把他止血 這時候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對 好 那其實地震是複合性的災害 所以他可能 比如說同時間又一個人 三樓掉落 然後你就看到前面有一個人被電打 這只要研究誰 對 道德的抉擇 加快速度 這時候我已經 按照大三的原則的話 我們有紅藍綠去分嘛 對不對 紅藍綠黑去分 黑是不救的 就是死掉了就不救了 OK 但是在遇到電擊意外的時候 電擊意外的先救 你要先把電排除 你不要記在這裡自己被電倒了 因為突然地震都會停電嘛 趕快把他救出來 因為地震被電擊的人 他突然只是心跳的停止 趕快救起來就沒事了 但那個三樓掉落的 超過兩樓掉落的 要救火基本的距離很低 但是你寫止數還是有機會 如果他寫 像台灣好了 三樓掉落寫止數 如果這都救護水來得及 趕快送醫 通常都來得及就回來的 馬上迪文治療 都救了回來 可是因為他是地震 所以地震大災害的時候 可能就很難講了 OK 好 那快速度 這地震是一個複合式的災害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這些東西 一定會用到 原因是因為 寫容性的休克 基本上 後期 所以第三 第四期的時候 很難救回來 有一點原因是因為 書寫是很困難的 那你看他 只要開始7577 就是 開始 開始進入休克模式 7577 就是一杯大杯的星巴克 超大杯的星巴克就是了 我覺得不是很多 所以大家看到車禍現場 為什麼 小孩子過馬路 非常非常就要謹慎 因為小孩子的血容量 本來就很低了 他只要車禍 他吃血的比例 很容易超過15% 30% 所以說 小孩子在網路上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我們要非常重視的事情 OK 好 那大家可以從什麼情況表達 看到這種狀況 一個人他如果跌倒在那邊 或者 受傷在那邊 地上有一堂血 通常都超過750了 然後 或者說 他 他有醫師 但他很教育不安 我好煩躁喔 奇怪 我怎麼了 這種回答人 通常他也是開始進入 寫容限制課 地寫容的一個休克 因為為什麼要重視這個問題 為什麼 我的簡報 好 書寫是有風險的 大家如果去書寫的話 發現他的速度會 會非常嚴謹 一分鐘 好 較快 好 所以我非常推薦 大家出門了之後 可以戴這個手套 為什麼 因為處理血液的時候 血液是高風險的 比方說會有一些疾病的傳染 好 最快的 止血房子就夾牙止血 大家都已經聽過 這就是兩隻手 一定要兩隻手 壓下去 才效果才好 然後呢 你可以購買戰術止血帶 因為戰術止血帶 台灣是合法的 那 戰爭可以用 平常在路上 你遇到那種大出血的時候 你可以幫他用止血 在四肢的地方 填裁是止血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學過 因為它其實是有高風險 它是類似青露刺的行為 好 然後 建議1&1才處理 好 填裸是止血 然後 通常止血的部分 有四肢都可以這樣止血 OK 自食 自食的範圍 如果不是自食的範圍怎麼辦呢 美國有這個東西 台灣可能有點不合 不確定有沒有合法 它是用在腹部的 然後還有這個可以貼胸口的 貼胸口 台灣有一個比較hard code做法 就是 你要用一個不透 不透血的膠帶貼著 然後貼上面就好了 好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這個slake 好 謝謝 謝謝雨萍 我想我們都學到了一課這樣 好 那我記得今天的短講就到這裡為止 那接下來四點的時候 就會開始成果的報告 所以如果你東西還沒有做完 例如我 就要趕快去做 對 那謝謝大家 謝謝